今天我们来做一件那种中式的大金的背心 是女铜款的 然后先在这个礼布的下摆大金处贴上贴边 这种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先把贴边剪好之后 里面的缝分给它折烫回来 折烫回来之后 用珠针固定在这个礼布上面 然后再给它一周给它压线固定上去 那这是我们另外一片已经压好的 看一下 然后这一边我们给它压起来 稍微演示一下 这比较简单的 这种做法比较简单 就是 就是比较好操作了 车到车到拐角的地方了 小心一点 车慢一点 不要车到跑掉了 车发了 正确的 车会 车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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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真关上 车到车门在车上 车到车到车上 车到车到车州 车到车上 车到车到车上 车到车上 车到车在车上 然后呢 然后是把另外这一边也给他固定起来 这样子呢跟表布的时候比较好组合 现在我们开始组合肩布 把肩车起来 表跟表离跟离啊 就是各自分开 车完了之后呢煎车完了 我们把缝缝要这样子剥 劈开来烫的哦 劈开来烫好 现在我们先把领枝固定在表布上面 领枝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小方领啊 比较矮的小方领 这样显得比较 比较一点活泼一点啊 然后给他两片这样车好翻过来之后 给他中间对着后领枢 先给他就是酥粉 酥粉上去啊 那就是粉刃鸡呢 蒸去给他调大一点 蒸去调大 蒸去调大一点 蒸好了 车好了 车好我们开始上锈 锈口 表里布的锈口先给他上 先给他组合起来 要对正了 对正了啊 是前 前片 前片跟后片不要弄装饭了 我们锈口车完了之后 顺道把领枝 领枝也车起来 领枝也车起来 领枝跟前钟都车起来 领枝跟前钟都车起来 我们把 用柱针固定起来 领枝刚才我们已经车在表布了嘛 然后现在跟里布固定起来 颠枝也车去 一直车到底 下面不要车 一直车到 前巾这个底部这里 我们车一周开始车一下 车领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要慢一点 然后大筋这里就顺顺的沿下来车就好了 是缝缝擦一点东西 本来就给他弄缝缝少了一点 这样子翻过来 就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到侧边的时候缝缝才是一公分 然后车到开刹的地方我们停机 好车完之后去把一些多余的缝缝修剪掉 拐角处呢可以剪牙口 然后给他翻过来 翻出来后是这样子 翻好之后我们车侧边 侧缝 绣笼 绣笼这里 对齐 然后表布翻上去 然后表布翻上去 缝缝倒 倒到那个里布 从岔口一直车 开岔的地方 开岔指点 一直车车到里布开岔的指点 对齐 好另一边也车起来 也是一样的 这一片小金这一片 小金这一片开始 开始车下摆 就是小金那一片 顺势给它折回来 然后开始车下摆 车一周 擦直点要对了 磨roy 是 不是 随之后 没有 是 包装 还是 你可以在这个下面留反口 但是留在下摆呢 不太好看一点 我们要留侧缝 刚才侧缝没有留反口 到时候我们给它剪出来 或者直接 你就涂方便的话 就下摆这边留反口就好了 这是大金的一片 直接测上去就好了 好 现在开始修缝缝 把缝缝修剪一下 然后侧缝给侧缝剪个 之前没有留反口 我们给它剪出来 翻出来 翻过来是这样子 我们去整摊一下 然后里面的 里面的那个反口呢 给它长蒸粉回去 然后可以在大金下摆 这边底下可以压线